2015 我來到中國好聲音 在這裡沒有不能說的秘密 在這個夏天 在這個舞台 讓全世界聽見我們的聲音 不錯喔 I want you 康熙來 今天再度要做 違背法律的題目就是 我們要介紹宵夜好吃的東西 歡迎各位明星 歡迎… 歡迎各位的好不好 吃宵夜是不是對你們的專業 我不吃宵夜 你不吃宵夜 我推薦宵夜 你的社群網站上面都是宵夜 你的宵夜食堂 我是推薦 推薦人不一定吃嘛 邰哥 聽說你今天來 是要給S摸你的雞肉的 沒有… 雞跟肉之間 空格稍微長了一點 會不會很勾氣 我覺得是橫隔膜以上可以 橫隔膜以下現在還摸不了 好 今天各位明星 其實都講了一個重點 就因為你們現在為了工作需要 都很久才吃一次宵夜 所以高山夢大概多久吃一次 我大概兩個禮拜吃一次 或者是快要瀕臨 崩潰的時候吃一次 而且既然要吃就要往死裡吃 對 一定要吃到很撐 好 所以大家要搞清楚 就是這幾位明星推薦的宵夜 不是什麼地利之便 走到巷口去吃 他們是要開車出去吃 然後非吃到那一家不可 然後要吃得隆重而周到 就是該搭什麼飲料 該搭什麼熱的湯 什麼配料都要搭下去 好 然後今天負責評鑑的依然是 他也是很想吃宵夜 吃不宜吃嗎 吃不宜吃嘛 所以我們馬上來問問題啦 吃不宜吃 你就先吃了再問問題 你不要吃啦 先吃 我對這兩盤很擔心 這兩盤是誰推薦的 那兩盤 這兩盤大盤的 焦魚啊 青花焦魚 怎麼可能有人宵夜吃這個啊 這件事 這個是我覺得晚餐了 沒有 這個是要氣擰的問題 重慶的江湖菜 可是江湖菜就是你在路邊 拿來吃 然後呢 它口味夠重 還可以下酒菜 這個紅色不會太辣嗎 我跟你說 我可以直接喝那個湯 但是我吃到受不了 我就直接喝湯 怎麼樣 會很辣嗎 因為我不喜歡辣 但是我喜歡麻花椒的味道 它是青花椒 它是最麻的 它不是大紅包 OK 你給客人們試一下吧 試一下 重慶的這樣子的青花椒魚 它是用淡水魚 薑魚 但是台灣的這個廚師 他就想到用台灣的這個海魚 漫坡魚來做 所以我聽到邰哥在讚嘆好吃 好吃... 所以意思是說 即使以你的見聞 也還是隱藏了非常多 你沒吃過的好吃的地方 對 不是 它這個跟重慶那邊的味道很像 所以胡天蘭覺得這個麻辣是... 我覺得這個麻辣的程度很溫和 當然宵夜還不錯 這個對你們吃宵夜 不會覺得太刺激嗎 不會啊 因為既然吃宵夜了 還好 他刺激不刺激 就是要刺激 所以你們的立場全部都會說 既然吃宵夜 就讓他去死吧 對... 沒有關係 不要忘記 不是 因為我們白天吃的食物 其實都很清淡耶 我每天都要吃至少一餐的前庭飽 所以那個是很清淡的東西 然後我如果信之所知 我還可以一個禮拜七天 我都吃那種東西 所以宵夜的話 我就需要來 你要縱容你自己 而且宵夜要變得口味很重 但是量不用太多 對 不可能... 可是剛剛那個口味那麼重 你量自然會多 這倒是真的 會想配飯嘛 因為宵夜就想要把那個醬汁澆 弄個麵線什麼都OK 所以請問在座的 剛剛吃的那個 重慶的青花椒 魚 對 會考慮下次宵夜要吃的舉手 我看看 大成功耶就好吃 超容易說服自己吃的香菇 對啊 你會覺得吃了很多膠原蛋白 另外這盤白的是 酸菜甜雞啦 為大家介紹 酸菜 所以這個也是同一家店嗎 也是同一家店 但是它是這道料理是它不辣 然後它的酸度用夠 它是老盤酸菜 好不好吃 泰哥 好好吃喔 真的嗎 你們平淡天氣好不好吃 標準是什麼 天氣要夠小吃 就是嫩嘛 然後它這個也沒有放嫩精 你知道嗎 如果放嫩精就不好吃 它就有那個肉的原來的味道 你吃得出 放嫩精 放嫩精就很噁心啊 對啊 泰哥這樣很犯規 叫他介紹宵夜 沒有人介紹一個餐館啊 對啊 可是他的宵夜就是我吃了之後 我第二天工作 第三天工作 我還是會想好想吃 我覺得這個做宵夜 有點扎實耶 這很像晚餐 而且它的辣攤 就可以請客吃飯的晚餐那種 這好想配飯喔 這一定要配飯喔 這應該是晚餐去吃 然後打包 宵夜忍不住再吃一點 酸跟麻 好過癮 但這兩道可以一起吃 很晚才開店 然後開到很晚還是怎樣 因為我比較少中午去那個地方 但是它應該是中午場就開始 一直到半月十二點一點 OK 這樣子 所以店名叫老東家 老東家 對 你端好了 大為大家介紹 這個也是要趁熱吃的 湯魚米粉 聽起來好厲害喔 一人一碗 誰介紹的 邰哥 小弟介紹 一人一碗 我通常一找到這個的 這個好吃啦 真的 這聽起來好厲害喔 料很多耶 所以它的鯧魚是煎的還是 它先煎過 然後再下去煮 然後那個蛋花是那個炸的 炸的蛋花 相當的鮮甜 請問是在哪裡的店 在通化街那邊 這家叫做曾衛員 我們以前大黨去吃宵夜 都去吃那一家 好好吃喔 這個好好吃喔 這個是你... 你自己介紹你就不用再吃啦 我不用再吃嗎 你要跟我們講啊 就是好吃嘛 還講什麼呢 它每個味道都有出現 芋頭跟蝦什麼都有耶 對...它是用那個... 我們的最好的芋頭是哪裡 大獎 大獎的芋頭 那吃這個鯧魚米粉啦 建議你們配一下這個 他們自製的香腸啦 他們自己包的香腸 自己包的香腸 你試試看啦 這個米粉比大部分標榜的 那個海鮮米粉好吃很多耶 真的太好吃了 而且它有的時候喔 它不是用那個鯧魚 它有時候沒有鯧魚 它用一種東西叫做皮刀 皮刀 皮刀 也是很好吃 所以它是專門賣宵夜了嗎 它也是晚上大概五點多開始 有晚餐喔 一直接到宵夜大概兩三點 這個香腸不配酒不行啊 有的 我們剛好在那邊也有酒 康哥是不是又找到一家 馬上來啊 我覺得很好吃 好吃對不對 而且你很喜歡吃 可以拿在手上的東西對不對 而且米粉湯我真的覺得 愛好者很多 可是卻很少吃到夠厲害 對 它這就一直煮像火鍋一樣 但是它就是一鍋的人 大家都可以圍爐 挺好的 所以胡天涵 這個曾衛媛你聽過嗎 我去吃過 它算是在那一代 還滿有名的海鮮店的 我是覺得 它這裡面用的芋頭 櫻花蝦 到它的蛋酥 處理得都很好 其實你要開始喝清酒吧 這個是Mountain 帶來的 介紹的這個清酒啦 OK 所以在它那一段 就應該已經要開了 太晚了是不是 抱歉... 現在才吃到第二個人介紹 你翻什麼內容 不是 因為你竟然放了杯子 好啊 那這個酒我覺得也滿特別的 可以跟大家介紹 怎麼說 它是大飲料 但是呢 它是日本唯一用富士山的水 雪水做的大飲料 主持康希是人生不完整的 對 要靠清酒才能完整 來給客人呢 來...要不要來一點 你們這六位當中 殷琦實在不應該吃宵夜吧 對 模特耶 可是還是很想吃 就是... 所以我就會用隔天多運動的方法 來解決自己的罪惡感 好 剛剛這兩個選擇 妳會選米粉湯 罪惡感會比較少嗎 妳們現在很放重耶 對 請問妳有衡量一下嗎 滿重要的 妳們如果策劃當晚要吃宵夜 是會省去晚餐嗎 我會耶 我也會 我如果生日有約的話 我會合併 沒有 我曾經試過就是可能 妳12點多 1點的時候 想吃宵夜 但妳就忍住不吃 結果我幾乎每一次都是半夜 三四點起來煮泡麵 更慘 就更慘 所以壓抑那個念頭會更苦 所以妳盡量就是想吃妳就吃 不然妳會更晚的時候 起來吃更罪惡的東西 這種也不要隨便相信 通常我們說雖然想吃那就晚上吃 之後再也不吃了 然後胃口一開就一整天吃下去到底 這也很危險 可是我試過就是怎麼吃宵夜都 12點吃宵夜也不會胖 就是妳真的每天持續去健身 那即便是妳12點都吃鹹酥氣炸雞 妳隔天也不會變胖 可是妳也不會變瘦 真的 我試過一陣子 可是也不會變瘦 她今天上來推薦什麼健身房 大家沒有 沒有 可是如果... 你們其他人同意這個做法 我是同意 我同意 可是因為有時候是吃了宵夜之後 妳隔天就算運動 但是臉的那個浮腫度 是騙不了不去的 妳就不要看那個臉 那是什麼 但是女明星為什麼 人家會看他們的臉啊 不是 那妳可能可以喝一點 黑豆水消腫 紅豆水之類的 要消腫沒那麼容易 這邊又有一個湯是 這一家呢是專門在賣豬肝的 這個豬肝湯很有名 在那個人愛醫院後面啦 這一家 我知道... 我答應妳 我們喝完這個湯 就讓妳問問題好不好 對啊 也有問題對不對 妳還記得我們之間的約定 就很感動啦 對...是不是 所以這湯是哪一位推薦的 是攤子對不對 所以妳選這個湯 是為了降低妳的罪惡感嗎 對 而且就是女生 常常說女生喝一點豬肝湯 就是比較營養 而且通常我先喝一點湯 就不會那麼餓了 然後他們家還有吃... 賣那個乾拌麵啦 我覺得很好吃 可是最近有很多營養師都說 要減肥的話 最重要的是不要喝湯耶 真的啊 應該說台灣式的煮湯的方法 會累積很多... 油 對 物質在湯裡頭 因為酒熬吧 對 妳把它喝進去了 對 而且感覺殷琴 妳是想用什麼健康啊 來化解吃宵夜的罪惡感吧 對啊 什麼補血都來 對啊 因為妳補血啊 交易 可是妳選這個乾的湯 總是有道理吧 因為常常在外面吃到的豬肝湯 它就是會硬硬的啊 就是覺得說它已經放很多天了 可是這個它就是會很... 剛燙起來的時候就很新鮮 而且完全不臭啊 因為有時候內臟會有些味道 可是它就不會 妳還要在家嗎 妳的意思就是我還要在家嗎 不是 我想要做實驗是哪一種菜 大概跟清酒最大 比較大 我想說實驗是 妳到底這一集可以撐多久 我覺得豬肝餅那個 這個什麼 這隻香腸 忘記他這麼說 吃不夠清 明明看見 妳的講話不出來 所以妳對滷肉飯的要求 是那個肉得要吃 我第一個要求是飯 因為既然是吃飯 妳當然一飯 當然是一飯 妳懂得 妳一煮不好 那瓶是什麼拿出來賣 對啊 其實只要拿出一瓶酒來 不行 而且妳也是清酒的原料 妳也帶回妳 就是妳如果連白米飯 那煮不太快 妳喝完那杯嗎 好啦 再來一點吧 妳一定很驚訝 普天蘭最喜歡的宵夜是滷肉飯 哪一家的滷肉飯 澱粉 那是澱粉啊 滷肉飯 滷肉飯是一個不能去思考的 一個選項 在那個西門町有一家 在內江街 是康永哥之前介紹過的 你說半夜開的那一家 對 他每天晚上十點才開 那家我覺得很好吃 可是因為很少人會願意半夜去拍 內江街 對 今天紅豆那邊 他做到凌晨四點鐘 對 我們已經吃完湯的了 是 吃完湯了 那妳要問問題嗎 謝謝啦 那麼今天我們是聊宵夜的主題嘛 所以我來問一個 有關於宵夜的問題啦 請問宵夜這個名詞的由來是什麼 A 用下棋消磨夜晚 B 用跳舞來消磨夜晚 C 用酒食來消磨夜晚 什麼酒食 酒跟食來消磨夜晚 吃東西 喝酒 這沒有好猜的 但是可能會有陷阱喔 可能會有陷阱 您說他不一定是用酒食 這個答案 不一定... 有可能是前面的 有可能是下棋或者是跳舞 等等 為什麼 沒有 為什麼 他有講說 你這個是冷笑話 還是說是真的 他答案如果揭曉這個答案 就是用酒食 是不是該揍他 對啊 但是有陷阱 所以應該不是酒食 下棋吧 最好不是喔 有陷阱 可是反正用酒食的話 不是 我是說有可能有陷阱 我不是說一定有陷阱 你先把這個選項去掉算 好 那我來公布答案是不是 公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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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準備好了吃骨頭嗎 你們要猜了嗎 我們猜喔 猜了的 我們猜圍棋或跳舞嘛對不對 差不多吧 真的喔 好 那答案是 C 用酒食嗎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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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有聊的題目幹嘛 出給我們開了吧 那是有關嘛 你剛剛還出滿期的 那要我問 那你要有聊的囉 我現在馬上來一個有聊 一題喔 一題 right now 來… 聖誕節的時候 送什麼樣的手錶 最受歡迎 什麼錶 食音錶 金公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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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金公錶 因為金公錶… 金公錶 金公錶 你們不要笑 你們不要笑 這個題目是王力宏告訴我的 因為他是金公錶的代言人 你們不要笑啦 金公錶 你連王力宏的笑話 你都講得出來 是…我們會互相交流 我這個笑話 今天王力宏來抵擋我們處罰你 是不是 沒有 沒有這個意思 不然妳吃骨頭啊 就跟他我們度過了對不對 度過... 然後那碗是什麼 牛肉丸 牛肉丸啊 這是什麼 他是要大概晚上11 2點之後 才會出來的一個攤子 然後也是在他出來之前呢 大家就會在那邊等 然後看老闆過來 大家就會趕快自己衝去拿桌椅 然後把那個桌椅都擺好之後 再衝去拿盤子 因為除了要吃他的牛肉丸之後 還要吃他們的滷菜 所以我們今天把他們 拿來節目中很難得 就是可以順利吃到他 我原本還很擔心 因為他們的牛肉丸 他們都是直接在攤子那邊現捏的 怎麼樣 妳的實驗結果怎麼樣 沒想到牛肉丸跟Sake很搭耶 那要不要再幫你加一點Sake啦 Sake快不夠 那馬上來啦 請問有沒有跟Sake不搭的東西 沒有 我現在才體會到 原來Sake是百搭的 我想威士忌或者紅酒裡面 都百搭 威士忌不行 隔天你打嗝 它會有味道衝出來 真的喔 你已經喝到隔天會打嗝的地步 那這樣那你配一點這個滷菜 應該很搭的 所以滷味也是來自... 同一家嘛 所以它是流動的是不是 沒有 它是固定的那個位子 可是它不一定會開 它沒有店面 它就是要外面擺那個小麵攤 就晚上喝一碗就很過癮 吳天良 妳覺得怎麼樣 那牛肉湯好喝 因為我喜歡吃清燉的牛肉湯 比較有原味 它牛肉丸也做得不錯 你們平常工作完拍完戲 不是很累了就不要吃了嗎 工作完才更需要吃吧 妳一整天的辛勞會覺得 我就是靠一個 吃一點好吃的東西才能辦 而且有的時候工作 也沒有正常吃飯 因為我覺得拍戲的時候 最容易發胖 就是妳拍完戲 妳雖然今天沒有做運動 然後也沒有 可能在大太陽底下流汗什麼的 妳光只是在棚內拍戲 但是拍完妳會覺得 整個人好像被... 拋空了一樣 就是妳會覺得 不行 我得吃點東西 再把元氣再補回來 所以那個時候特別餓 而且輕鬆的時候 妳就想說不要吃OK 可是累得半身就想說 都已經這樣了 老娘就是得吃一下 會喔 會有那種補償精湯 所以剛剛這個 如果是豬肝湯跟這個牛肉湯 妳會選 我會選牛肉湯 因為裡面有麵 我不喜歡光喝湯 跟裡面有東西 不過照妳剛剛講 那個女明星們正在避免湯 這件事情的話就... 我可能會把麵撈出來 然後弄個辣椒醬 半夜半夜再配一顆牛肉丸 然後再喝三瓶啤酒 對 妳會覺得很厲害耶 妳會覺得妳把麵撈出來 直接泡在啤酒裡面 不答 要問問題了嗎 又要來問問題了 那麼這一題呢 是韓國美食在台灣掀起了一個風潮 那麼請問 韓國烤肉在用的這個銅盤 它是源自於什麼物品 韓國烤肉的銅盤 這個是認真的知識嗎 每一題都是認真的知識 來吧 是不是 銅鏡 銅鏡 有人猜盾牌 有人猜銅鏡 不考慮一下螺盤嗎 這個是用來喝酒的 又不是用來吃燒肉的 請問真實的答案 真正的答案啊 是 因為... 因為呢 古代蒙古士兵 他們沒有帶太多的這些催俱 所以他就用頭盔啦 或者是這個盾牌 來煮熟這些食物啦 請問那一碗是 都沒有在聽啦 那一碗 那一碗 大碗是 大碗的是不是 不是那一個 這一碗啊 蔬菜湯啊 好健康喔 可是... 宵夜吃蔬菜湯 這個是我覺得非常... 我在想要就是 需要一點體力的時候 會去喝的晚上 大安路嗎 大安路上那家很好吃 而且他就是 他的... 湯頭整個讓你覺得很自然 很天然的味道 他也不會讓你覺得很重 而且他的紅蘿蔔沒有腥味 對 很好吃 所以他是認真地把 不同顏色的蔬菜 放到一個湯裡去吃 真的... 好鮮美喔 對 然後從此之後 我就非常喜歡吃這一家 可是這個不是應該在家裡 就可以煮出來的嗎 沒有...你自己要弄這麼多 其實滿麻煩的耶 蔬菜湯沒有很容易做 做到這種好喝的程度 而且它的排骨是軟而不爛 有排骨 有 有 當然有 它的番茄味好 這是哪一家 這個是在大安路上的小林麵食館 所以它其實是一家吃麵的 它是吃麵可是我最喜歡 它的...其實它的招牌 應該算是這個蔬菜湯 所以到目前為止 大家都沒有提到你的滷肉飯喔 就是... 對啊 我想一般人很少人會... 後面有...放出馬 有嗎 我想很少人會把滷肉飯當休業 所以你對滷肉飯的要求 是那個肉得要有個樣子 我第一個要求是飯 因為既然是吃飯 你當然一飯 不管排骨飯 滷肉飯 肉燥飯 當然是以飯為主 你懂得 對不對 那個飯 你如果看那個飯 吃到嘴裡面 感覺沒有那種米飯咬咬咬 沒有那個甘甜感 你何必要吃那個飯 米煮不好 它憑什麼拿出來賣 對啊 米煮不好 其實只要拿出一瓶酒來 不行 而且米也是清酒的原料 對 可是米我真的很愛 妳很在乎米 就是如果連白米飯都煮不好 你開什麼菜 你喝完那杯嗎 好啦 再來一點嘛 高山峰香煎牛小排 原廠來賓驚呼也連 香煎牛小排啊 他本身沒有蘸醬 就已經有味道了 對 因為他有 他用那個蘋果 然後柳丁 水果做成醬汁去醃 難怪他吃起來甜味 對 好好吃喔 真的很好吃 水果有效素 有效素丟到那個肉 就等於像按摩一樣 這個牛肉是肌肉吃的 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好好吃喔 真的好好吃 因為我本來有點擔心 牛小排的這個弱點是 如果時間一久 他的油會不會出發 有喔 可能你們吃到嘴巴牛肉很太熟 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每一個人的都有出現過了沒 我還沒有 吳儀佩的還沒有 你汽油店圍飽了 還有人沒吃 還很多啦 子余的還很多 所以 吳儀佩妳的 我們應該先介紹哪一個 我覺得可以先吃粥耶 先吃粥 粥嗎 粥... 妳這個粥來自... 在汐止 很多問獎大哥都會推薦這一家 然後它特別的地方是 就是一般的鹹粥不會加蒜酥 但這家的鹹粥它會加蒜酥 所以它的味道會很特別 然後再加上它有炭火的味道 所以我覺得我很喜歡 它有點像辣巴粥的那個粥 對...而且它一定要加蒜酥 如果你不排斥吃蒜的話 它的那個整個味道會被提升 還跟妳認真在試驗 我覺得很提升 你這樣明天要運動多久啊 才可以消掉這... 每天大概都要運動兩個半小時 剛剛這個鹹粥 它可能平常很好吃 但是它今天它的蒜頭炸得太過了 它有蒜苦味出來的 炸過頭有苦味出來的 所以我會覺得 吃在嘴裡的感覺 有種苦味的感覺 我覺得不舒服 好中肯 那個蒜發芽是什麼意思啊 有綠綠的那個頭是不是 是中間嗎 中間那個 有 蒜頭有... 你看你買的蒜頭 所以我通常買蒜頭 都是買整把不開的 因為它有的時候 那個蒜頭放久了就會發芽 發芽會怎麼樣 以前有的人老人家是說 發芽都雖然吃了對身體不好 OK 你看胡靖然隨便講 都很有資訊 你為什麼會這樣講 我再補充一個有資訊 加油... 就是哪一種疾病的人 不能吃太多的粥 這是真的 這真話 我們講真話啦 胃病 不是很像胃病啊 糖尿病 A 糖尿病 B 心臟病 C 肌腱炎 不是軍腱炎喔 是肌腱炎 肌腱炎 肌腱炎吧 多扭比我吃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到底誰答對了 什麼看一下 去哪裡看 在這裡看 我們在這裡看 不要跑太遠 A 糖尿病的人 不能吃太多的粥啦 為什麼 因為糖尿病的患者呢 它很容易就餓了 那麼你吃粥的話呢 消化快速 所以呢 讓人家吃完之後 馬上又會餓 而且吃這個粥呢 它能夠瞬間的 讓你的血糖升高 那這個是不太好的 遠鋒那邊有一龍一龍 那是什麼 一龍一龍的啊 這個是小籠包嘛 我剛剛這樣講一些 有關於健康的資訊 這很重要的 也是啦 但是因為胡天倫老師 他剛剛有講到這個資訊 而且誰會相信你 講的健康資訊嘛 但是這是真的 我們講真話 這盤很豐富啦 這是誰的 那是什麼 那什麼啊 鹹酥雞啊 鹹酥雞 我的... 一人一盤鹹酥雞 你太慷慨了吧 你太慷慨了 你給我們每人一盤鹹酥雞吃了 對啊 鹹酥雞 我真的是下不了手耶 是嗎 好 不是因為這家鹹酥雞 為什麼一定要吃 它是因為 我很愛吃鹹酥雞 然後 但我沒辦法接受 就是雞肉跟脾分離 或者是那個鹹酥雞剛炸好之後 你放在那個袋子裡 可能過十分鐘之後 那個袋子就會變濕濕的 會變糊糊的 所以它放了二十分鐘 三十分鐘 所以是一個小時 它的脾氣是脆的 而且它絕對不會 雞肉跟外面的脾分離 你去哪裡找到這個的 在東方 而且它是在一條很隱密的巷子裡 是誰給你們女明星這個想法 宵夜吃鹹酥雞 而且她的鹹酥雞在那邊夾起司 你怎麼敢吃這種東西 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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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妳該快結婚了對不對 沒有在管其他東西 一定都不在乎了嘛 可是我也很愛宵夜吃鹹酥雞耶 對啊 妳不覺得很過癮 要配啤酒 我不會騎摩托車 然後我那個時候也沒有開車 可是我離我家 我要去那個 我很愛吃那個鹹酥雞 走過去要一段時間 然後我想說怎麼辦 我就是想去吃 但是又沒有辦法移動過去 然後我就坐電車去買 然後買完之後再坐電車回家吃 就我一定要吃到鹹酥雞 回到家不都已經是冷掉又油會滲 還好開車過去大概不到五分鐘 而且我買的那家 也是完全不會滲油的那一種 可是我覺得在酒喝完之前 應該介紹我的 我的那個真的就是下酒菜 一定要 那個死轉肥腸 肥腸 這要來嘛 肥腸嘛 肥腸不是一般叫酒轉肥腸嗎 為什麼 這就是很妙的地方 我看到 就是我遇到另外一家店 它的菜單上是寫十轉肥腸 我就問到說酒轉肥腸 就酒轉肥腸為什麼多一轉 這是另外一家 不是剛剛重慶那一家 對 不是那個老東家 然後這是一個 這裡面是辣椒還是辣椒 辣椒 你看到的辣椒是朝天椒 然後撒在那個腸子上面的是 魔鬼辣椒的粉 鬼椒粉 鬼椒粉 它沒有酒轉肥腸是外酥 對 然後夾著蔥 而且肥腸跟沙肯也搭 這個滿搭的 很搭 你咬下去之後 它那個油脂會流出來 其實是有一點 它辣椒可以吃嗎 它不耐吃啊 要配辣椒嗎 它辣椒可以吃嗎 而且你愛怎麼吃又怎麼吃 而且它不胖 重點是它不胖 它不胖 它不胖 它不胖怎麼吃 對 放在... 膠在面上 對... 可是你憑什麼說它不胖 它那個十轉就是 我剛剛不是說九轉肥腸 我跟你講 它這個第十轉 最後一道工序是 它在炸之前已經把 用人工把腸子裡面的油脂去掉 所以你知道的這一個 它是整個酥的 它也不會因為時間的過程而變軟 因為油脂跟水分都不在 OK 對 所以十轉肥腸只有這家有 我知道的只有這家有 因為一般就是賣炸肥腸 一般就賣九轉肥腸 不會有人這麼費工 它叫做什麼 十轉肥腸 四十 它賣的是...它賣的是鍋啦 可是它還是有一些就是 它的鍋也很好吃 對 所以不愛吃炸的應該是 上天保佑妳 不愛吃 好幸運喔 我...我不是完全不吃炸的 但是這樣炸出來的東西 我不會很喜歡吃 可是我覺得高尚風剛剛那個... 那個肥腸是炸的非常的棒 非常的棒 而且會想要一口接一口 因為它味道... 它那個比較不是炸 它那個是把它煸的 對 有點像乾邊的感覺 對 它處理得非常好 因為我們常說肥腸 肥腸就是油最多的地方 它可以把油逼到那麼乾淨 真的好吃耶 聽說它是把油刮掉了嘛 對 把油整個去掉 而且那是大腸頭的部分 那很費工耶 你看我們台灣 不管是吃黑白切的那個大腸 或者是吃所有的那種乳大腸 很少像這麼費工的 對 王子這一點 王子這一點 就是愛吃炸雞塊的人啊 是 愛吃炸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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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吃炸雞 不是 因為那個酥酥酥的聲音 很大聲耶 很脆 我覺得我超級 為什麼他們都沒有發出 各自各的東西 很好吃啊 妳要吃嗎 我要問問題 妳不要吃一點嗎 沒關係 我問問題比較重要 為什麼要問問題 一定要問嗎 一定要問 這題很重要 是知識的還是爛的 對 加油 請問 台灣最有名的螃蟹在哪裡 A 台北 B 台中 C 台南 那麼這個螃蟹呢 其實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在我們台灣非常有名 台北 哪裡 台北 台中 台南 台北 台南 台北 好 通路 答案是B 台中 為什麼 在台中的後里 因為後里蟹 打他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後里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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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名啊 全世界都在 陳漢臉 把這個鴨子給我吃掉啊 對... 是後里蟹 後里蟹才很有名啊 我們就屈服了 你高興嗎 謝謝... 為什麼要穿插他問問題的這個橋段 好煩 都被刪掉 那是一個傳統啦 因為他付出 他不吃東西這個代價 想要換取就好嗎 幫你們服務嘛 服務啊 所以那個牛小排是... 香煎牛小排啦 也是剛剛那一家 宵夜吃宵夜吃宵夜 宵夜吃宵夜 怎麼可能 宵夜吃宵夜 沒有人說真的 宵夜都超重點的 雲妻佩 雲妻妳們都沒有資格說我 妳們介紹鹽酥雞 然後我吃個牛小排不行 對 牛小排比鹽酥雞比較不胖耶 對 他本身沒有蘸醬 就已經有味道了 對 因為他有... 他用那個蘋果 然後柳丁柳橙 水果做成的醬汁去醃 難怪他吃起來有甜味 對 好好吃喔 真的很好吃 這是哪一家 四喜也是四喜 另外一家的 就剛剛跟那個肥腸 同一家對不對 對 跟那個肥腸同一家 所以它... 它是一個標榜宵夜的店嗎 還是... 它開很晚 它開到三點 這個牛肉應該是 今天我吃到最好吃的一家 這很好吃喔 真的好好吃 因為我本來有點擔心 牛小排的這個弱點是 如果時間一久 它的油會跑出來 可能你們吃到嘴巴 你會不太舒服 對啊 真的很好吃 真的假的啦 這超好吃的 他能夠我覺得 妳吃宵夜的預算太高了 我覺得他厲害在於 他用了很多的水果 水果有酵素 有酵素就讓那個... 那個肉就等於像按摩一樣 它那肉質就會鬆弛 所以他再去處理它的時候 對 效果就特別好 它鎖住那個汁 你不要看我們現在吃的時候 它好像是冷得乾乾的 其實它實在是還是有汁 如果它沒有汁的話 它就已經柴了 所以它的那個嫩度 它掌控得很好 那它調...為了肉調的這個味道 對妳來講不會太過分 不會太過分 因為我們平常都不知道 日本人很有名的東西 就是照燒雞 而照燒雞這種東西 你會覺得吃多了會膩 它這個有好處 尤其像配酒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它很順 所以妳真的是會配酒的人嗎 不會 為什麼講這句話 眼睛很亮了一下 因為我剛才想說就是 很難得聽到 他會講我配酒這件事 對 但是我... 酒的味道我們知道嘛 尤其像高粱那種味道 我會覺得它這個配高粱酒特別好 所以妳剛剛是在不配酒的情況下 讚賞這個肉的味道 對 我剛才是空的 然後吃下去是 所以我今天真的唯一一個 發自內心的讚嘆 前面我承認有一點演戲 是嗎 這真的很好吃 前面那個什麼 米粉 米粉我覺得很厲害 還有 少廷大推韓式烤肉 古杰蘭卻當場被人落 韓式燒肉 然後今天帶來是 我非常愛他們的那個燒肉 然後他們那個牛小排 它是有把那個骨邊肉剪下來的 然後你再配一個蒜片 然後加燙的醬 這菜好吃 真的很好 太好吃 可以包在那個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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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空啦 馬上來吧 好… 老實在先吃一下生菜啦 OK 太過分 我吃宵夜我不會買回家吃 在現場 我不會買回家 對 然後在沙發上 然後我不會這樣 我會找一家店 我坐下來吃 沒錯… 跟朋友聊天 然後喝酒 然後… 好好吃飽喝喝足了 我回家 回家有餓 可是我覺得就是 你如果在那個時段 你約得到人 那真的就是好朋友 你不會去 在那個時間點去約 你覺得 可是妹妹們追求的 可能是買回家 然後整個穿得亂七八糟 對 對 對啊 對啊 就邊吃 然後邊喝酒邊看影集 然後不要有人來跟你聊天 對啊 你只要買好一個大瓶這樣 兵兵 這個太服務女了 我可能比較走中年大叔風格 可以 還是有人 人的交往在裡面 有… 好 那剛才懸疑的是 另外一盤燒肉是不是 五花肉跟牛小排 對 韓式燒肉 然後今天帶來的是 五花肉跟牛小排 我非常愛他們的那個燒肉 因為剛剛那個醬 是老闆他們自己做的 一個是青醬 然後一個是有那個椒鹽的那種 然後他們那個牛小排 它是有把那個谷邊肉 剪下來的 然後你再配一個蒜片 然後加他們的醬 這太好吃 真的很好吃 太好吃 你這是豬肉對不對 我是豬肉 牛肉非常好吃 他們都是有先醃過 而且去很方便 就是老闆他們都會自己來幫你烤 然後烤好之後 幫你剪好 放到盤子裡面 妳說他用一個大汽油桶 汽油桶 因為他們店名就叫燒桶子 老闆說他有在韓國那個街頭 就有看到他們那邊 很多店都是這樣 用那個汽油桶來當作烤爐子 可以包在那個蔬菜裡面 一定要吃它的那個骨邊肉 是韓國蝦肉就一定要包生菜 一定要包生菜 還有蒜片 它的蒜片好像就是跟那個 昨天來好像是長得是 沒有長牙的 新鮮的 想看點 CD的酒杯空了 空啦 馬上來嘛 老師 那妳先吃一下生菜 OK 太過分了 等一下 謝謝... 她怎麼可以讓新的酒杯空 妳真的是一個很貼心的豬肉 怎麼可以讓女生的酒杯 豬肉呢 這不應該... 那我先罰一杯好了 好 算了 留給我喝 對... 昨天來的比較喜歡哪一種啊 我會比較喜歡五花 是喔 豬五花 對 因為我覺得它對牛肉 有點比較焦一點 那這五花跟剛剛高三豐介紹 那個醃過的那個肉 牛小排 高三豐的那個東西比較討喜 幾乎喝酒來講的話 那個比較有味道 我是不喝酒 不是不表示我不能喝酒 是 所以什麼情況下你會喝 能喝的時候嗎 對 而且你喝那麼多的人 你管人家不喝酒才能喝酒 幹嘛 不就是講給你聽的嗎 好 接下來是 老皮嫩肉 還有這一家呢 它是這個啦 這是什麼 它是一個魚刺 它不是魚刺 就是魚皮啦 其實還有什麼魚刺 就是魚皮 它取名是... 它就是很台式的味道 非常好 天啊 真的有滷肉飯 冷掉 晚餐 你是說冷掉對不對 胡天南老師最愛滷肉飯來了 滷肉飯來了 滷肉飯來了 要不要微波一下 不用啊 先直接給... 他跟我回你微波一下 我覺得先直接給胡老師吧 胡老師先敬意 這個胡老師先微波講 是滷肉飯支持者 胡天南你在幹嘛 我在切發個黃蘿蔔 黃蘿蔔 你還認真... 所以蘿蔔又有名堂嗎 真的 你認真這一袋黃蘿蔔嗎 有啊 你這一...不是 你這個配菜 可以讓這個滷肉飯加分的 看你 我自己來喔 好啊 你自己來啊 千萬別客氣啊 這幾道餃子 你也是可以喝了是不是 你到這一家 你說叫做好氣 要吃滷肉飯 跟這個老皮嫩肉 對 還有魚次群 再加魚次群 還有那個... 因為今天有加到米粉嘛 可是它的淡仔米粉非常好吃 所以你一次去要吃多少東西啊 就點一桌嘛 大概十幾道菜吧 老皮嫩肉失敗率很低耶 可是做起來不容易啊 胡天蘭 你在幹嘛 在看那個米飯啊 所以看起來... 在微波 研究出什麼米糖 你這樣看米 你會害羞吧 好裝飾喔 你會太仔細啊 可是好像 好奇怪 你研究得好透徹的感覺 老師 所以看出什麼名堂嗎 老皮弄因為黃蘿蔔 基本上我不喜歡這種碎肉燥的滷肉飯 我喜歡帶皮的 帶皮它東東也是請人家吃些 這點我跟胡老師相反 我不喜歡帶皮跟後面肥油的 我喜歡就是全部純肉燥的 我喜歡肥肉的 妳喜歡肥肉的 對 可是胡天蘭希望 他知道這個肉的來源 就他不... 這樣子他會無法辨認 這個肉是什麼部位的 對 主要是為了看它的部位 我們要放心 請問妳這邊還剩下的是 剩下這個啦 臭豆腐 這個是哪一個 OK 所以妳介紹 妳先介紹的是豬肝湯跟臭豆腐 對 臭豆腐來自同一個地方嗎 不同 這個是在夜市 南亞夜市 哪一個 南亞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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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板橋 板橋 大關錄那個 所以它的特別的地方是 它就是...它有兩個鍋 然後一個是比較高 它通常先高溫炸過 然後通常你要買的時候 它就是會再用低溫給你調整 它的酥度這樣子 它會依你個人的喜好 譬如說有些人喜歡吃酥一點 有些人喜歡吃這個軟一點這樣 好吃 我覺得妳很適合吃炸的東西耶 這炸物是好朋友 炸物好開心喔 炸物好開心喔 而且加那個蒜頭 但是是吃了會慢慢的 我覺得以在主食節目的立場 就可以有理由吃下去 不然立場就沒有臉吃啊 對啊 這應該是好吃的 可是有跟一般的臭豆腐 不一樣嗎 它空氣的那個 它裡面納入空氣的比例很高 所以就會... 酥酥的 對啊 然後再配個那個 配個泡菜 怎麼樣 有值得尖叫嗎 因為我喜歡吃炸的 好吃 對啊 對啊 妳去吃就可以只叫這麼一碟 臭豆腐就OK了嗎 如果我那陣子有在節制的話 我就會控制 因為譬如說我還是會吃鹹酥雞 可是我可能不會點就是這麼多 或者只點鹹酥雞加一份豆腐這樣子 胡一佩是沒有被唸過嗎 我其實不太是... 我不太會變很胖 因為我們全家人都很瘦 但是有可能是局部會比較多肉 然後就去健身房做一下運動器 你們在買滷味的時候 會可以買半份嗎 一定要買一份啊 一定要買一份 老闆姆 你有家人幫忙吃就還好啊 可是滷味不就是挑一些 自己喜歡吃的東西就好了 不是 乾滷味還是濕滷味 濕滷味是什麼 有加熱的 加熱就用那個滷汁加熱 加熱的 鹽雞界有一個那個阿春滷味 大家應該都愛吧 這個呢 是乾滷味啦 Junior介紹的 這家滷味 是這樣子的 都排隊在吃的 天啊 這麼重 涼劑 在哪裡 童話街夜市 好吃... 這家 涼劑不得了 你看過嗎 最特別的是他那個老闆 出血糕甜不辣 看起來兇兇的 可是其實人很好 看起來兇兇其實... 因為他每次講話都很兇 可是他都會多幫你 你切完他就多抓一些東西 送你切一些給你 鐵漢柔情掛的 甜不辣應該是大家 無法抗拒的東西 無法抗拒嘛 還是煮血糕嘛 我喜歡煮血糕 甜不辣用炸的要吃 而且滷味擺那麼大一盤 感覺就... 好開心喔 就是很過癮的事情 很當兵啊 很當兵 很那個高粱 很輕益 很清淨的感覺 對啊 難可能 所以這個滷味你判斷的標準是 因為其實乾滷味跟吃滷味 我比較喜歡吃 你拿滷味再配滷肉飯啊 對啊 輕上加輕耶 滷上加滷 你竟然敢直接吃豬血糕 我怎麼不敢 不過不是英國人啊 刺刺嗎 不是 就是裡面是 最容易胖的東西啊 沒關係啊 我知道 所以你的意思說 他雖然不吃油炸 可是吃這個也算很猛 因為他猛吃那個滷肉飯跟麵類 什麼的 沒在客氣 沒在客氣 他剛剛鹹粥也這樣呼嚕呼嚕下去啊 然後麵也是呼嚕呼嚕下去啊 會啊 你反正有去健身房嗎 對 還是會害怕 所以你現在都跟你的兒子 一起去健身房 對 但他現在比較荒廢 他現在都在玩電都滿圓 所以變成爸爸比較勤勞 對 然後他跟我約了好像 已經一個月了 然後還沒有去 家裡沒有人陪你聊天 我就...現在有臉書 我就自己在那邊玩 玩臉書 你的臉書現在人數多少 還不錯 十四萬 這麼多 他那新聞一直報導她 說她在模仿美女的樣子 對 因為我有一次 到夏語心的網站去看 我就看了她有一張照片這樣 這樣子有1.6萬 好多認真在吃耶 我覺得很莫名其妙 我就說...我就自己說 那我也拍一張這樣 就我三天就拍 超越她 超越她 那很成功啊 對 然後她就很幹啊 一直跟她PK 然後她就很幹 她又PO了一張 她穿泳裝的照 她說你這不行了吧 然後我就去穿泳裝照一照 你穿她的泳裝嗎 我穿我自己買的泳裝 比基尼 沒有...我的比基尼是 我的褲子是那個游泳褲嘛 可是那個上面是畫的 然後有腰窩嗎 腰窩是那個拿槍去打的 沒有...就她是...她也是畫的 你現在靠臉書有找回那個充實感嗎 還不錯耶 就覺得可以跟人家聊天還滿好的 所以有妹妹跟你認識了嗎 沒有 然後有一個粉絲很好笑 有一個粉絲說 她說她的...她的侄女 說長大要嫁給我 我覺得她很好 很可愛 不是 就小孩子 就覺得我們很好笑 所以你要準備被逮捕嗎 沒有 準備被逮 是不是覺得她很可愛 然後也有鼓勵我 又嫁妳會發現她已經跳了 不會 不是啊... 超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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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瘋子 超瘋子 好狠喔 好壞喔 所以今天介紹好嗎 介紹好了 今天最喜歡的一道 喬婷 最喜歡的一個 邰哥的那個米粉 米粉 蒼芋米粉 蒼芋米粉好吃 然後台風呢 我也會選那個米粉 因為清甜 但是有各式各樣的滋味在裡頭 米粉啊這樣 我要吃炸物它的肥腸 那個九轉 十轉肥腸 很香 九點 十轉肥腸 那個真的太好了 很香 真的很香 高山峰的牛肉 牛腸牌 我喜歡那個... 那個是誰的 那個高山峰前面第一道的那個 那個魚 辣的 吃高高魚 那個辣的都好 重慶的那個第一 你也叫不出名字的時刻嗎 重慶花椒魚 第一道 因為太久以前了 對 青花椒魚 你呢 我喜歡高山峰的清酒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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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第一道高山峰帶的 青花椒魚 是... 我也很愛那一道 我自己最喜歡那一道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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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你慢慢享受你的酒吧 謝謝各位介紹的宵夜 謝謝